台北市有一位五分譜的批發商 昨天臨前被發現跟結婚才兩個月的太太 在陽明山上尋短留下兩個小孩子 死者的媽媽說 這個39歲的批發商 他跟前妻的感情很好 一起在五分譜打拼 開始賺錢了 有了財富跟房產之後 愛妻卻在6年前重病過世 那麼先生走不出傷痛而走上了絕路 但是警方覺得很奇怪 你新婚妻子 嫁給你才兩個月 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拖去陪葬呢 不排除择棋要解剖離青死因 封鎖線內一輛黑色百萬名車 車上一男一女已經沒了氣息 死者是五分譜取信成衣批發商 跟剛剛結婚才兩個月的扣姓大陸配偶 21號凌晨 懸在陽明山冷水坑上 稍炭尋短 我打拼 我們十幾年 嚇到大陸中 他已經16年了 他到時候嚇得出來 他到時候嚇得了 十七富商早年跟前妻在北市住民的 成衣商圈打拼 好不容易累積了不少房產財富 前妻六年前卻重病過世 富商從此郁郁寡歡 最後靜待的新婚妻子走上絕路 留下兩個十多歲的小孩 雖然今年八月 他在家人鼓勵下 娶了小十歲的大陸配偶 但還是無法彌補傷痛 但警方認為 新聞妻子沒有尋短理由 不排除擇旗解剖 離勤死因 李永鮮 中文展 台北報導